大家好,我是不去傻,欢迎回来 最近鞍唇蛋美甲很火哦 所以今天我们来做一个鞍唇蛋金石猫眼美甲吧 大家喜欢的话就请点个三连继续收看吧 首先依旧是土底胶 中指上涂上品泥的茶蜡,其余指甲上涂上品泥的指尖 除了大拇指和无名指,每个指甲涂两层 在尸指上叠加一层品泥的卵 这个胶是透明底色加大小不一的黑色颗粒 模仿的是鞍唇蛋的斑点 用光疗笔占取品泥的布黑,画出鞍唇蛋壳上比较大的斑点 如果不确定怎么画,可以观察一下真正的鞍唇蛋 观察好后,我们就可以把它吃掉啦 再涂上一层加固胶找平假面 涂一层磨砂封层 接着用棉洗粘钻胶,画出褶皱线条 我用的是品泥的棉洗功能胶 这个胶的流动性很低,所以会很容易的画出立体线条 在食指的根部随意画一些线条 画好后照灯,然后再蹭上金色魔镜粉 品泥的这款棉洗功能胶我测试了一下 48瓦的光疗灯照20秒会比较容易蹭上粉 不同的灯和不同的产品所对应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都需要自己测试后找出最佳时间 早去多余粉末后,在魔镜粉上再涂上一层棉洗功能胶 用酒精擦去甲面上的粉末后,食指就做好了 小拇指也是同样的做法,只是褶皱线条的位置不一样 在中指上涂上一丢丢金石猫眼胶 我用的是品泥奶喀色金石猫眼 用美甲子变吸出瓷性颗粒后,照灯 涂上一层磨砂封层 再用免洗功能胶随意在有金石猫眼胶的地方画一些线条 蹭上魔镜粉 扫去多余粉末后,在魔镜粉的地上涂上加固胶或者底胶 因为粉末类属于异物质,不能和胶融合 所以需要用底胶或者加固胶来加强它的附着力 涂上封层,完成中指 涂封层前我没有再次清理甲面上的粉末 我觉得散落在甲面上点缀一下也不错 在无名纸上涂上奶喀色金石猫眼胶 然后用磁铁吸出它所有的磁性颗粒 涂上一层磨砂封层 再用免洗功能胶随意画一圈线条 蹭上魔镜粉 扫去多余粉末后,在魔镜粉的地方涂上加固胶或者底胶 涂上封层,完成无名纸 看一下整首效果吧 盗墓指和无名纸的做法是一样的 只是线条有一些不一样 金石猫眼bling bling bling的 实在是太好看了 喜欢的话记得自己试试哦 可以在我的社交平台上add我 让我看到你的作品 这次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记得给我关注,点赞,转发,来一波哦 我是PuCiCi,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Bye MING PAO TORONTO